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跟我们摇池速报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摇池速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摇池 关注摇池速报 随时随地发现最新摇池咨询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 摇池速报春节特刊的录制现场 我们现在就进行水星BBS现场吧 我奖励自己新年礼物 就说实话吧 就是感觉人年纪大了之后就不喜欢搞这些有的没的东西 这不是本命年吗 哦 I don't care 本命年 做着穿点红内裤吧还是 就我买了很多家装的产品 让我的家变成个幸福温暖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很大的奖励 然后 我又买了很多CD 我买了我喜欢的画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可能 是那一年到来 然后我希望 能够 就是 就是 能够让自己的家 变成一个自己 精神世界的一个反射 也算是一个对自己很大的力度 对 有一种焦叫做不积焦就是你要贴海盗的话用一般的双面胶其实很容易伤到那个墙枝的就是或者墙就是墙的那个刷的那个漆的所以如果用不积焦的话就是你在撕它的时候你慢慢的死因为它其实和大力胶是一个原理你慢慢的死其实它对墙的伤害基本上是可以无视的就是你撕下来之后你慢慢的死 你会看到那个胶上什么墙皮都没沾所以我比较推荐故技胶 很少我很少有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会经常沉溺于手机但是当我一旦意识到我就是沉溺手机太长时间了我就会特别烦躁因为我觉得我不想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那些社交平台上就是我通常会给自己就是一件事情去做然后就比如说我会强制因为其实其实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你如果沉浸的看一部电影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所以我不玩手机的时候我的首选可能就要看一个电影 我觉得人都是很多面画的你没有办法去用三个词简单定义如果我现在用三个词定义我自己那如果你以后看到三个词之外的我就会觉得这个时候我是在捏造一些东西或者是什么人设崩塌之类的东西所以我永远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发生我也不想让你们对我有特定的期待就把我当你的身边的人来看就好 这本命年的自己我是一个不太擅长展望的人就是经过了这些年我发现了这一点就是我就是就是我发现我的嗯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我所接触到的机会都是都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很多时候你碰到这个机会你觉得很惊喜 然后你见到他们然后一切也都进行的很好但是最后不一定会常期待那个方向发生所以我觉得嗯就是在充实际的过程中等待更好的机会吧这就是可能我希望我接下来这一年做的事情然后就和往常一样 然后我希望我今年能够更有效的充实自己能够让大家看到更多比如说可能下一部戏我就真的学会开车了也不一定我希望能够有一些这样实质性的成果 我希望今年疫情能够快点结束然后大家能够在更多地方相见然后我也希望今年你们不论工作也好学习也好家庭也好事业也好爱情也好一切都顺利就一切都开心然后万事顺遂过一个开心的年温馨的年总之开心万岁新年万岁五年万岁耶 哎呀